之前FarGrad系列我完全不想怎樣 原因大家明白 但由於近來真的很多人問這遊戲 所以我就抱著嘗試的心態去試試這遊戲 玩這遊戲的過程中我心情起伏真的很大 因為一開始我覺得很垃圾 但主線到後期就越玩越有意思 這次就容許我先小人後君子 在Open World Game的設計來看 這遊戲可以說是失敗的 你即使用UVSOP出品的東西來比較 它也是當中的新敗品 說真的,Open World Game好不好? 好看投入度 也好看製作方能否發揮地圖的潛力 即是說帶地圖帶來的優勢 而Far Cry 5給我的感覺 正是為了Open World而Open World 這遊戲的故事講述 Hope Country落入邪教的控制 進入了無政府狀態 你的小隊的任務就是把他們的教主執拿歸案 但在狂熱信眾的阻止之下 整件事當然失敗 四個人走進去 整隊人都被人塔散 只有你一個被人救了 在這個時候你又沒辦法跟外界通信 所以你就... 你就... 你就很喜歡怎樣就怎樣 那麼主線流程要做的事 就是你要殺了教主的三個親信 並且最後跟那個教主決戰 而如果你想殺他的親信之前 首先你就要培育足夠反抗軍 培育反抗軍 你就要做支線或者比較次要的主線 那麼這個就是主線流程 打支線和比較次要的主線去刷反抗軍點數 點數夠就會升一個反抗軍level 那麼每升一呢 他就會給你做一個主線任務 升到四呢 就可以跟親信決戰 這個過程重重覆覆三次 你最後就可以找教主了 在這樣的遊戲設計下 玩家就會被人迫著 一路做主線以外的東西 那支線和那些次要的主線的分別 其實就是次要的主線 就是一些重要人物給你的支線 實際做的東西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所以接下來我講支線的時候 其實都是包括他們的 八成的任務都在以下這三個分類裡面 殺人、炸東西、找道具 基本上這遊戲開始半個小時 你已經可以把整個遊戲的機制 測到七七八八 就是周圍都有敵人 敵人有時會帶著人質 你救了可以加反抗軍點數 撞到敵人的據點 你進去殺了那些人 加反抗軍點數 你炸了你可以炸的建築和物資 加反抗軍點數 那麼這個遊戲除了這個點數 還有錢 這兩個東西加起來 就是多了一些不同的裝 槍、載具等 可以選擇的種類 和可以做的裝備 真的少得可憐 如果你是很喜歡儲裝的人 這遊戲絕對不適合你的 打獵頭釣魚的系統 很雞勒 除了任務迫你做以外 因為根本就沒必要去理 挑戰線又低 而且去到最後 又是可以換錢 戰鬥的表現都是一般水平 打擊感很差 如果不是敵人會有反應 都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打中 武器選擇少就算 武器全部都是射程和射速的分別 比較有趣的就是玩弓箭 但弓的選擇又少 火槍更加雞勒 不過槍差也不重要 因為一般的戰鬥 你也可以直接拿武裝直升機去打 武裝直升機還是最容易 拿到隱密bonus的方法 因為你可以直接用直升機 射爆別人的警報器 雖然你的飛彈聲 比別人的警報聲更大 當然你可以試很多不同的戰鬥方法 但你試幾次了 悶了 去到最後的直升機 快點打完 就比較舒服 原因就是不理你用什麼方法 戰鬥的成就感都很低 自然令人很想用最輕鬆 最有效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主線切入時間都很差 因為這個遊戲 不能隨時隨地進行主線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定要做支線 做到反抗軍點數夠高 才可以觸發主線 但你點數夠了之後 又可不可以不做主線 答案是不可以的 大部份的主線 都會在你點數夠的時候 硬開始 準確來說 主線的觸發條件就是 首先你點數要夠 然後你接近支線任務 或者進行支線任務 然後就會強制觸發主線 你初初就會覺得這種刺入方式很新鮮 但當你發現每次都是這樣 你自然就在變數中找到套路 然後就會覺得沒有人 首先你有時以為他不打算觸發主線 然後你去做支線 結果支線做了一半 他硬停了你 結果 後來又要回去再做 二來 有時你想做多些支線 不做主線 不好意思 沒得你選 三來 你支線做到厭的時候 想玩主線 不好意思 你支線點數還沒拆夠 不讓你玩 所以這方面 玩家可以說 一點自由度都沒有 配上這個遊戲 其中一個想帶出的Message 真的一絕 你以為你在玩高自由度的Open World Game 一切都是玩獎 地圖方面 近年這麼多Open World的地圖 好看過他 豐富過他的實在太多了 畫質又不算特別高 這遊戲只可以說 不中看不中勇 令整個遊戲 相似這遊戲的地方 是他的主線 即是我們不要說主線切入和淡出 還有他的合理性的問題 他背後有豐富的初級哲學 和政治信息 這遊戲的主線關卡 和反派的形象 都令人印象很深刻 結果他更加成功 將整個故事推上高潮 還有多重結局的設定 還有一隻遊戲 開始不久就可以爆機的Easter Egg 所以說他的主線 是成功救了這隻垃圾遊戲 甚至令到我覺得 如果今集的Far Cry 是造成先性流程 你說會有多棒 但除了主線之外 這個遊戲真的沒什麼亮點 根本就是幾年前的水準 一著GTA 5 就可以全方找無死角 吊打Far Cry 5 真是 唉 Ubisoft的這麼大間廠 為何就不可以兼負一下 令遊戲界進步的責任呢 近來Ubisoft推出的遊戲 全部都不會有什麼劃時代突破 反正給我們一隻 隨便六七十分的遊戲 隨便合格有得賺就算了 就是 你不可以要求一家公司 就不向錢看 但在這個時候 你就看得出 他們是來做遊戲 還是來做金雞 Play or Cry 以5星為罪服 可以拿到3.5星 雖然這隻遊戲的故事 和它的表達方式 是很優秀的 但那種作業式的拆點數 很容易令人享受到的故事樂趣之前 就支撐不住了 所以 好不好玩呢 就看你對這種機械式作業的接受能力 老實說 這個系列除了外傳 是不是已經玩不出什麼新花神呢 希望Ubisoft 可以在一隻遊戲開發上面力求進步 如果不是 你推出那麼多Ub風的open world game 其實都是令人覺得反胃的 唉 被Firecry入土為安算 那這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我們在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喂 阿雪 幹什麼 喂喂喂喂 幹什麼什麼 不要不要不要 我 opaque 有 囪蛋 我 on 你那麼厲害 就是 Only You